很多人跟我抱怨 说张老师怎么填志愿这么难 还有人跟我念叨 说张老师 这填志愿怎么要藏那么多信息 网上的信息太多太杂太散了 有没有那种信息又亲又全又讲人话的网站 从初分到报志愿你只有一周的时间 而这么厚的志愿指南 你怎么看 很多人都说 报志愿除了要考虑分数和位置以外 还要考虑尝试学校和专业 要充分保 可是怎么充怎么闻怎么保呢 大家好 我是让学期变得更快乐的张选峰老师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志愿填报季 都说高考是七分考三分报 张老师想告诉你 三分考七分报也不是没有可能 全国的本科专业有700多个 1000多所大学 一周时间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志愿方案呢 别急别急 张老师手把手教你填志愿 其实志愿填报可以简单的分成以下三个关键 第一就是如何有效的收集资料 志愿填报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志愿填报的相关事宜 查一些资料 为填志愿打好基础 比如说的话 我们填志愿的时间 离省本科分数线 本科专业有哪些 特殊专业的报考要求 学校历年分数线等等 不能说分数出来以后 立马就选几个学校几个专业 一天了之 这样的话呢 对自己或者对孩子呢 都不太负责任 你说是吧 各位家长和考生呢 你们一般查资料去哪里查呢 上网查 每个学校招的专业的都不一样 每个省份 每个专业的录取分数线的也不太一样 网上的信息呢 更是分散成就不全面 看得人同元眼花还浪费时间 那在哪能高效的查到精准有效的数据呢 给大家安利一款更高效的志愿填报助手 也是很多志愿填报老师会推荐的 上夸克APP 搜索高考 可以快速的查大学查专业 覆盖全国院校和专业的信息 同时呢 也可按照咱们考生的分数段 查历年招录数据 免去人肉翻书翻网页问人 还可以导出PDF打印成纸质的列表 进行仔细的对照 用夸克高考进行高效信息查询 本科专科覆盖也全面 新老高考呢都适用 第二 如何更科学的选志愿 大家都知道 要使用充文保的策略 那你知道充文保要怎么充 怎么文怎么保吗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假如说考生是全省理科生的三万位次 充一充呢 我们就可能会找到往年 两万八到三万位次左右的学校 或者是学校专业组 那么稳一稳呢 我们会找到往年三万位 到三万一左右的学校 或院校专业组 那保一保呢 我们可能会找到往年 三万一到三万五位的学校 或者院校专业组 甚至是看到四万五千位 因为我们四万五千位 我们可以保个好专业嘛 那么选志愿呢 还涉及到一个志愿排序的问题 就是一定要按照我们 位次高低的顺序来排吗 这个不一定 这个还要结合你对 城市专业院校的偏好 如果说位次低的专业 你想上 那你完全可以把这个 位次低的专业 排在位次高的上面 所以面对如此复杂和庞大的计算 还有统计工作 我们一周的时间 靠翻志愿指南来完成效率太低了 而且很难来做选择 如何快速地根据你的分数 选科 适配本省的招录方式 快速签订自己充文宝的院校呢 有没有什么工具 可以快速找到自己的志愿参考列表呢 还真有 夸科高考里边的智能选志愿 输入分数和选科等信息 立马就能获得充文宝志愿方案推荐 张罗舍和团队与夸科团队一起研究 根据新老高考的特点 设定针对性的充文宝策略 提升推荐算法精准性 智能选志愿的功能 还结合你对城市院校专业的偏好筛选 还有以读研率就业为导向的进行志愿优先选择 特别要说的是 今年夸科的智能选志愿 还增加了招生计划类型设置 比如说定向就业 中外合作办学 少数民族等等我们关键字进行筛选 根据个人条件 选择出最高性价比的志愿方案 在使用夸科智能选志愿过程中 随时把有意向的志愿 添加进自己的志愿表 可以收藏保存 还可以导出表格或PDF 可以分享给家人老师一起来讨论 还可以自己打印出来 方便自己检查查看 那怎么最终确认自己的志愿表 一定要仔细检查几个点 比如说第一 就是检查志愿排序是否合理 第二 检查志愿表有没有填满 第三 如果说你做了多个志愿方案进行比对 最后再抄到正式志愿表上 一定要多加的校对 小心别出错 这也是我推荐夸科APP的一个重要原因 用夸科从选志愿到志愿表的管理 最终的确认各个环节都更加智能 它不容易出错而且大幅度奇效 第三 必须要知道的志愿填报技巧 更重要的一个环节来了 也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 但是一些技巧还是要知道的 在面对可填报的志愿列表当中 你到底该怎么选 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可能会问到很多人的意见 自己七大姑八大姨的 邻居的同事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 他们的意见可能并没有那么专业 而且每个人的意见参差不齐 那你说你听谁的呢 你说你听谁的 对不对 记住啊 真正去上大学的人是咱们自己 你得为你自己的志愿负责 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两个 我们高性价比填志愿的小技巧 一个呢就是同学院的相关专业 一个呢就是同意一级学科的相关专业 很多时候啊 我们心仪的专业录取分比较高 那如果说你的分不够怎么办 其实啊你还可以报跟心仪的专业相近的专业 相同学院之间啊 学科交叉性一般都比较强 专业课呢也都是一样的 同一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专业的相关性也是非常强的 专业课也基本一样 到时候你考研跨考也是非常容易的 最关键的是这些专业有的分高 有的分低 如果说你报你心仪专业分不够 那你可以报跟你心仪专业同学院或者同意一级学科下的分低的相关专业 那就占便宜了 今年啊 夸课高考升级了志愿填报内容 不仅有多个权威高效榜单 在这个干货锦囊里面 也有从就业实操角度多维度分析专业 报考必坑指南等 特色填报专题内容 辅助你进行更好的志愿决策 也有张老师2022最新的志愿填报视频专栏 可以上夸课高考 免费看免费学 更系统的教你填志愿 另外 想知道有哪些中等分数可以简陋的好学校好专业吗 想知道有没有那种冷门但是好就业的专业吗 我和多位志愿填报专家 每晚都会在夸课高考的直播间 给大家支招填报技巧 避开填报误区 在线答疑解惑 如果说还有一些疑问 也可以到问答广场向老师们来提问 最后张老师想对各位考生说 没有最好的志愿 只有最适合你的志愿 祝愿每位考生都能够添一个好志愿 上一个好大学好专业 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